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的VIVS上手教程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 目前的话已经进入了尾声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 我们之前讲过很多种的压缩器 而这些压缩器多半里面都会有限制器的一个功能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压缩器名字叫做VCAMP 打开这个压缩器因为推子旋钮比较多 看上去好像比较复杂 最上面的左右两边分别是input和output 也就是输入音量和输出音量的一个调节 中间有一个仪表盘 通过这个按键去切换你要显示的东西 in 那我们自然而然的 它就是显示输入的信号 out就是显示经过压缩器 处理以后的信号 GR就是处理量的一个显示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analog analog就是模拟底噪的一个增加 它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频率方面的一个选择 它就是关 然后加一点第一档25% 加第二档50% 最高的就是100% 它的区别就是底噪的多少 至于需不需要加底噪 就根据你个人的一个喜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效果器当中最主要两个核心部位了 一个是limit 一个是compress 限制器其实不要把它理解的那么复杂 其实它就是控制我们的音量限制在一个什么范围 但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边的一些指数并不是分贝 它的单位并不是分贝 而是一个限制的量 所以你用这个效果器的必须用耳朵去听 同时看着这个仪表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attack 启动时间 启动时间有快速和慢速 快速的话相对比较深意 慢速的话比较柔和 因为它只有两个档位给你选择 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东西 你就去通过自己的耳朵去听这个东西 你需要哪一个不需要哪一个 然后这边是释放时间 默认的情况下是auto 就是自动的释放时间 如果你对释放时间的要求比较精确的话 你可以去调节 这边是一个压缩 开关 这边就是压缩笔 这个就不用太多说压缩笔的联系了 如果大家对压缩笔这东西 还是不是很了解的话 可以看我往期的那些讲压缩器的一些视频 这边有一个去齿音 因为去齿音这个部分也是全自动的 所以正常的情况下 建议大家不要用这个去齿音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压缩器用到人声当中去的话 齿音的修整其实在对人声处理当中的话 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你只是让它去自动的去去调的话 很大程度上会出现问题 因为每个人的声音 每个人的齿音 它的频率范围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然后这颗旋钮也是释放时间 和这边的释放时间的意义是一样的 懂得出来 这个效果器还是比较简单 但是大家要记住这两个开关 如果你把两个都关了 那这个效果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吧 好了 今天我们讲的VCAMP压缩器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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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